本视频由蔚来车原创制作 好车并不一定贵 赖车并不一定便宜 每个人心中都有他们自己所认为并喜欢的好车 这都是言而异的 今天我为大家带来几款来自车坛大咖们强烈推荐的车 看看这些车坛大人物都喜欢什么车 第一款是由大咖吴佩推荐的领克01 这是一款外星时尚拥有高新技术的SUV 它是由吉利汽车公司自主研发的一款性能强大的高端品牌车 次公布以来一直收到各方的好评 关注度非常高 无光无配说好 连严宇鹏和杨丽都说好 第二款是由汪云青推荐的丰田全新第八大凯美瑞 一直以来凯美瑞在中高端车里都是佼佼者 全新第八大也不例外 从上市每几天就获得了数万台的成交量 全新的动力系统和变速装置 更强的稳定性 以及有所创新的外形 都使得这款全新第八代凯美瑞变得更加完美 第三款是由廖俊推荐的全新玩物XC60 拥有三种动力配置和两款车型 亮丽的车型时尚的内部装饰高端的档次 吸引了一大批年轻的爱车人士 最后一款是我们都熟悉的华城宝马5系 也是被多位大咖所推荐 宝马5系采用铝制车身 搭赛全新一代的发动机 各种配置都属于顶级 完全不弱于宝马7系 是成功人士的首选 以上就是各位车坛大佬所推荐的几款新车 看上去都是非常不错的 不知道这几款新车里有没有属于你的菜呢